我们就是这个8086 8088都可以工作于最小模式最大模式 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它是如何工作的 就是乘除其操作 乘除其操作呢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 Move AAR 12000H 就是这是一条乘除其操作的指令 就是读操作 所以为什么叫读操作 这个乘除单元的地址 它的断基地址像这个就是DS断基地址 偏移量的是12000H 那么它的意思是什么 把这个乘除单元物理地址为DS乘以16 加上12000H单元里头的内容取出来 取一个字还是取一个字节 取一个字节 因为送到AL就取一个字节 如果说知道是AX的话 那么就取一个字送到这 这个就叫要执行这条指令机要执行读操作 读操作的话就是最少要四个T周期 T是什么 T状态 T就是一个时钟周期的导数 就是一个T周期 时钟周期不是这样一个一个吗 所以T1 T2 T3 T4 那么我们刚刚的已经就是上次讲了一下 分几步来操作的 第一步就是MIO应该等于1写选中 我这8他重写一下 MIO等于1 这个就表示选中的是执行器 就执行指令的时候 他就会做这些工作的 同时使得DTR TR 不是这个 D DETA TRANSMIT 或者RECEIVE 应该是等于什么 等于0 就是接收数据有效 是吧 R有效 这个0呢 这是CPU的信号 也就是我们这个 T等于0 就是8286数据收发期上的信号 它连在一起等于0 这是CPU准备后接收数据的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 等会我们放一下这个录音 要给出地质线 地质线是怎么给出来 一共是20根地质线 它分两组 A19到A16 还有呢 是AD15 到AD0 一共20根地质线 再加上一个BHE 21根线 这些信号线呢 就给它送到三篇地质锁成器 地质锁成器 我们在英特尔的系列 它叫8287808680888282 地质锁成器 8282的数据输入端 DI短 它DI0一直到DI7 每一块芯片是8位 所以21根线送到三篇地质锁成器锁起来 什么时候锁起来呢 在ALE上面呢 就送出一个这样的信号 这个信号 锁成信号 这个信号送到哪里去呢 这个信号 你们看看 它是连到哪里的 我们这样的ALECPU发的吧 送到8282的STB STB上 所以呢 先给出地尺信息 然后再发这个信号 下降 先让它通过 到下降严的时候 稳定了 就给它锁住了 那么这个 AD信号线上 就可以传送数据信号了 是吧 这个A19 A16 这个信号 就可以传送状态信号 所以锁住 第三步呢 我们就是8282的O1等于 第三步 8282 就是锁成去的O1等于0 为什么等于0啊 它就给它接地了 锁成以后 一下就给它送到后面去了 然后呢 就是 这个就是地质信号 一公司20根 可以输出 输出到什么地方呢 输出到地质总线上去了 就是本来是应该O1 0的时候才能锁成器的信号出去 它就很接地 所以老是送出去 当然还有BHE了 地质信号 其实还有BHE信号 都给它送出去 是吧 这个时候呢 就指向某个单元 地质给出来了 然后呢 第四步 也就是说 地质给它分离出来了 而且是送到地质总线 可以指向乘除单元某一步 第四步呢 CPU里头的 读信号 因为自行指令 读 变零 就表示从乘除器质指向这个单元是读出来 另外呢 DEN 数据允许 收发信号 给它等于零 那么前面呢 我们这个 已经表示 这个 DTR等于零 是表示接收数据 接收还是发送 C已经给制好了 但是没有数据来 它不能收发 要到这个时候 允许收发的时候 才能收发数据 那么 允许 接收数据 什么叫接收数据啊 把承煮器的数据 给它通过 8282828是什么啊 数据收发器 把数据送到 CPU去 从哪里走啊 数据 那么我们等下看一下 完了以后呢 就第五步 从选中的单元 就是可以读出数据 选中的称之单元 读出数据 然后呢 经过 经什么 82828286的什么线呢 是AD15到AD0再送到CPU去 CPU的继承去 所以我们这个读操作的过程是这样 等下呢 给大家放一下 就是因为我们前面讲过 对存储器操作可以读 可以写 两种操作 那么是大概的 现在呢 有很多的信号线都有了 我们看一下啊 一步两步 8086最小模式 读存储器操作过程介绍 具体过程为 第一步 MIO非制一 目的是选中存储器 而不是IO口进行操作 DT而非制零 同时使8286的T引角为零 数据传送方向为B到A 这时CPU准备接收数据 第二步 第二步 20根地址信号A19-A16 AD15-AD0和BHE非分别送到 三片8282的数据输入端 DI引角 同时ALE端送出正脉冲地址 所存信号 在其下降严 将20位地址信号和BHE非信号 所存在8282中 第三步 由于8282的OE非端为零 三态门打开 使8282所存的信号 从DO引角输出 产生的A19-A0和BHE非 直向某一存储单元 第四步 CPU的RD非端低电瓶有效 允许从存储器 读出数据 CPU的DEN非端低电瓶有效 允许8286收发数据 又因8286的T引角为零 允许接收数据 第五步 从选中的存储单元中 读出数据 经数据总线 通过8286的AD15-AD0 送入CPU的寄存器中 8086最小模式 读IO端口操作过程 与读存储器的操作过程 唯一的区别是 MIO非要至零 表示这时选中IO端口操作 搞清楚了吧 这个工作过程 就是再回去再看看书 搞清楚没有 没有 就是说 MIO 我们后面还要 那个MIO系给他 自零或者是自一 就来选中哪个单元 然后给出地址 先地址AD15-AD0上传送的是 地址信号 是吧 A19 A16-A19 这个是传送的 也是地址信号 地址找到了以后 然后读信号 有效就可以 把这个数据 乘主单元的数据 通过这个数据总线 送到8286数据收发器 然后再从这个信号 送到CPU去 这个信号是什么信号 又传送数据 又传送地址的是吧 卸送的是什么 走的是地址信号 然后走数据信号 就这样了 那我们就要叫大家回去 看一看这个读过程 到底是怎么操作的 再说一下 就是总卸周期491上讲到 BIO完成一次访问乘主器 或者IO端课的操作 那这个呢 就是总卸周期 一个总卸周期最少是有四个T状态组成 一个T状态是什么 就是Clockus中的导数 就是T状态 下面呢我们再讲第四个问题 工作时序 这里图上还有一个这个信号 就是8284时钟产生器 我也给大家看一下吧 就是我们这CPU工作的时候 都要有时钟的 时钟哪里来的 就是有一个金正 用个金正 整体震荡剂 这样呢有个FC信号 我们现在所接的这里 接一个正的 反向去反向以后 FC端是零 如果是零的话呢 表示这个信号可以是从金正产生的 如果是这21的话 是可以从其他外部这个时钟进去 那么这金正 它是恒定的信号 产生送到X1 X2端 然后呢经过这个8284以后 就会产生信号 产生什么样的信号呢 那么金正的信号是这个 它的频率是14.31818兆 我们这个还可以从8284输出 14.31818兆 这个信号送到总线上的 以后还会用到的 那这个是叫Clock信号 就是14除以几啊 它经过几个分频以后 你看就变成4.77兆 4.77兆以后再二分频 变成2.385兆 所以这个上面金正的 OSC端输出一个14.31818兆 然后Clock信号 接着呢就是PCLK 这些信号记者 到后面我们讲几口电路的时候 还要用到这些信号 14点就是这个 不是14点 接着了二点几兆的 再给到二分频 大概是1.19兆 送到写示器上 你们看这个写示器 为什么1.19怪怪的 它实际上正好在写示的时候 就这个频率就行 所以我们再回过头去看一下 就是整个的最小模式的 大概就这些芯片 工作过程 你们做一下 还是读操作的过程 下面我们讲第四个问题 工作时序 这个你看T1T2T3T4 所以还要写一点 第四 刚刚的1.23是应该打一个括号 这个是 我们前面讲的是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第四步 怎么来做的 那么我们这个 从时钟周期上来看 它就是很严格的按照这个了 那么分成T1到T4 四个状态 这里呢 我只能就是简单的写一下了 T1状态 你们重着看 这个是T1干什么 给出地质信号 地质信号是高四位地质 是吧 还有比HE 然后呢 给出 D16位地质信号 接着呢 过一回才发 这个锁成信号 AL1的高是什么意思啊 让信号通过是吧 地质线跟 那个BHE 到下降也就把地质信号 就那个锁起来了 所以这样的话 可以在A19 A16 这个到A16 A13信号线上传送状态信号了 接着呢 这个AD15到AD0 也给它锁起来了 锁起来 由后面就传送数据可以 所以T1周期是给出地质信号 两组地质信号 还有别区 到T2周期大概是什么样的呢 大概就是这个别状态了 就是最高四伪别状态了 这地方是什么意思啊 就叫做浮空 所以呢 T1周期 我们看是MIO有效 就读存储器的话 应该是至1 上头呢 画的是这样的 这个就表示有高有低 就是这个有效 然后呢 20位地质写有效 加上BHE 还是刚刚的是吧 就给它送到8282 地质锁成去 输入端 然后呢 ALE 它就产生一个这个信号 先让地质通过 再锁成T1状态 当然 这T2状态呢 就是最高四伪地质 A19 就是我简单的写一下了 还有一些 你们再仔细看 AD15到AD0 成高阻态 因为三胎门有三态 不是高就是低 这个是不高不低 高阻态的时候 那么 那么 也就是它 就少外 缓冲一下吧 然后呢 还有是 后面可能看不就了 A19 就A16 地质状态线 它也变成状态信号了 A19 S6 到A16 S3 这个呢 就 还有BHE 高位有效 S7 就是 状态 就传送状态了 这是 T2周期 大概的了 还有些仔细的 你们再看 那么到T2的后半周期呢 DEN DEN RD D 表示 允许收发数据 但数据还没出来 所以T2状态 到T3 T4状态 T3 T4 这个周期了 这时候呢 就是 我们选中的信号 选中的乘处单元 或者IoDoc 单元中的数据 出现在数据写上 数据 总线上 仔细的呢 你们再看 这个人 大家看看 就是刚刚讲的 就接收数据 我不仔细写了 接收数据 因为我们是读总线周期 写的话相反 所以实际上呢 还是把Mio信号 制好 然后地址要分几组给出来 接着就让一些控制信号 进行工作 是数据是收 还是发 是不是允许收发 那当然呢 它这个数据线呢 就到后面再说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 嗯 放一下这个 看T1T2 T1状态 从A19S6 至A16S3上 输出地址信号 A19 至A16 高输入 D15 至AD0上输出地址信号 A15 至A0 D16位 BHE为旧 不知道怎么搞 ALE为高时 允许输出20位地址信号 A19 至A0 及BHE ALE由高辨低时 将这些信号锁住 也就是说 刚刚已经给出了 20根地址线分两个组的 然后先让它通过 锁成器是吧 等到你看到这个时候 就给它锁成 锁起来 我们再看T2状态 T2状态不是在浮空吗 你们看一下 T2状态 A19 S6 至A16 S3上输出状态信号 并维持到T4状态 它就变成状态了 地址数据线浮空 嗯 这个地址 而D开始有效 读信号有效 存储系或IO端口读出数据 读有效 DN开始有效 DN 指8286的OE等于0 允许收发数据 就是说 它准备可以收发数据了 而且读也有效了 然后在T3 T4的时候呢 这个最高四位的地址线上 还是状态信号 然后呢 数据信号 从AD15到AD0上传输 这些是地址 又要锁起来了 这个在 这个我们看 T3至T4状态 RD DN仍有效 读有效 有选中的存储系或IO端口输入的数据 经8286传送到AD15至AD0上 送入CPU 在T4状态的后半周期 数据从数据总线上撤除 各控制和状态信号无效 DN无效 静止收发数据 一个读总线周期结束 若存储系或外设速度较慢 则在T3后可插入若干格TW等待状态 待准备好后再进入T4 对于读存储系操作 T1至T4状态中 MIO一直处于高电频 对于读IO操作 T1至T4状态中 MIO一直处于低电频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到了T3T4周期的时候 这个最高四位的地质线 跟状态合用的 就变成了状态信号 是吧 然后呢 这个地质数据合用的线上 传送的数据信号 就出现在这个线上了 那么这个锁成信号还有没有用啊 锁成发了就不管了 就发一次是吧 那么这个MIO呢 如果是读存储系操作 它就始终就自1 如果说是读的IO操作的话 它就清0 那么这个读信号呢 你看它早早的先让读有效 但是呢 要数据来了以后才可靠的读错 然后D1N呢 也是要到这个T2后半周期有效 就是允许把数据可以读出来 这个DTR这个信号方向传输的 一上来就知道你这些什么周期 就把方向信号就制好了 所以这样呢 我们就把这个8086 有工作于最小模式的工作过程跟组成介绍了一下 那么我们这一章呢 还有第二个问题 就最大模式 这个时序 其他的时序 我们做了最大模式 最小模式 再看一下最大模式 这个就比较简单的介绍一下了 刚刚就是讲的都是8086的最小模式 我们这个软件反正走到哪点到哪 他就动到哪里头都可以看的 第二个呢就是 最大模式 最大模式呢就是 这是MNMX 这个CPU的MNMX MAX 应该GD的屏 GD 系统就工作于最大模式 它可以最大模式 这个时候呢 可以多处理机 构成 多处理机系统 去系统 最小模式就是一个CPU CPU也是一个处理器 最大模式呢 它除了8086CPU以外 还有其他的处理器 比如8087写处理器 386计算机的话是80387 是吧 这个就加上多处理器 那么其他还有一些总事业总裁器啊 什么我们就不管了 对于这个8086最大模式 我们要考虑一下这个处理器 叫82880 这张还有一些处理器 还有一些其他的什么 我们就介绍一个这个 所以其他的一样的 你看 同样也要有地均 8286学过什么芯片啊 74LS 245 244是单向的 只能是A到B 245是A到B 可以B到A两组 就三台门 对吧 这个数据收发器的作用是 可以起一个缓冲作用 比如好多设备都挂到CPU上 要用这个数据总线 那这个选通的那个设备 数据才在上头走 没选通的就不能走 另外呢 还可以起一个缓冲作用 所以为什么要收发器 数据收发器 为什么要缓冲去思考题 那么这个呢 我们要构成多处理器系统 就要工作于最大模式 最大模式呢 这里我们关心的是 8288总线控制器 所以要加一个 增加一个8288 就是这个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8288 英特了 英特把总线控制器 这里非常简单的 讲一下 它这个 我们有没有画出来 可能就没有再去画它的那个了 工作的过程 简单的 8086最大模式 8086CPU工作于最大模式是 MNMX接地 接地 另外 还要增加总线控制器 8288 来产生原本由CPU产生的各种控制信号 8288 接收Clock信号 及CPU的SR 底下都我就不给它讲了 不让它讲了 不让它发言了 中断 这47页上 大家看一下 有一个8288 总线控制器 是吧 这个芯片 那么我们看一下 它能接收什么呢 左上角的 再看那个图2 21的右边一个图 图B 咱们看这个 它这上头呢 就是左上角的三个信号 它可以接收CPU的 有的S信号 S0 S1 S2 这三组信号 还可以有一些 就是在往下卡的Clock IOB 这样的一些信号 它控制输入端信号 我们就不管它了 所以就是接收这个 然后呢 可以输出什么信号呢 输出信号 在这个 就是这个 鼻芯片的 右上角一串信号 这叫 总线命令信号 我们关心就是 总线 命令信号 其他的送到别的处理器 我们就不管它了 应该很仔细的 就很多了 命令信号有哪一些呢 我们看一下 有这几个信号 主要呢 现在有 MDRC MDRC MWTC AMWC 就是一串信号 就是一串信号 就在这个 8288的 右边上面 这个信号呢 他送到 他送到 就是PCG PCXT的话 给他换一个名字 叫MEMW 这两个信号呢 这两个信号呢 他叫MEMR MEMW 地下的呢 还有IORC IORC 这个要掌握的 就是通过这个 8288 他可以输出 这样一些信号 这个信号呢 就是IOR 这个信号叫做IOW 这引脚上一堆信号 最后呢 他给送到PCG上去的时候 就这四个信号有效 这个四个信号是什么呢 我们这个可以看到啊 IOR 输入输出读 输入输出写 这个是MEMBRE 乘除去读 乘除去读 乘除去写 所以最后我们就关心 这四个信号 他变了一下 其他前面那么多 以前书上他写得更详细 没什么用 所以这个叫做 乘除去读 底下呢 底下呢是 乘除去写 而是IOR读 IOR写 如果说乘除去读 信号有效的话 表示什么意思啊 表示RD等于零 MIO应该是等于多少 对乘除去读的话 当然就是相当于读有效吧 然后呢 MIO应该是是什么 也就是等于两个信号有效 就是读也有效 那个选中的是乘除去 那么底下这个能看出来吧 这个是应该是写 等于零 这个也是 是吧 所以底下是写乘除去 这个应该是什么 读 等于零 MIO 等于零吧 这个写等于零 这个MIO等于一 所以呢我们可以从 8282 总是8288总些控制器 最后输出四个有效的信号 计算机就用 一个就是这个信号 相当于 然后这个信号 再画看不出来了 这个信号 这个信号 这个 后面我们设计机口电路的时候 特别这两个信号经常用的 IUR输入输出读 IUW输入输出血 从这个8288输出来的 它已经表示这两组信号都有效 就是所以 IUR这个等于零 这个等于零 这个等于零 对 因为是 这个MIO上面加一杠 表示低有效 这个零的话可以对IU进行写操作 所以我们这个最大模式 刚刚底下还有讲 我们就不讲下去了 不让他念了 所以就要求掌握这些 这样呢 我们就把第二章介绍完了 那么大家想想看第二章主要要掌握什么 就是8086CPU内部有哪些组成两大部分 然后呢 里头还具体的好多部件组成 它是如何进行工作的 大致如何工作 这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它有哪些承储器 讲承储器的时候 比如我们讲到堆战的指针的时候 就把堆战的概念也介绍了 是吧 那么当然有断地质继承器 那么断继承器和这个偏移量组合起来 可以指向某一个承储单元 然后呢 对承储器的部分 我们第一章已经介绍了 8086的承储器组织 应该知道 接着呢 我们看了8086工作于最小模式的时候 那有大概怎么工作 当然我们这个营角前面也介绍了 主要的也是营角的 我们思考题 让大家思考一下 思考题跟作业 反正也是不少吧 但是也比较简单一些 就是我们入门的时候 很多东西比较重要 所以这样呢 我们就把第二章介绍到之后 因为有些图上课 没有在黑板上画 可以省一点时间 有些我们就反复讲了 下面一章呢 我们就讲第三章了 第三章是8086的指令系统 指令系统呢 也是一个任务非常艰巨的 我们希望通过这一章 要把8086的指令全给记住 上了这么多年课下来 所有的同学 刚开始都觉得困难 但上下来 应该说都记住了吧 大多数 不能说全部 我们下面就讲第三章 第三章的讲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寻止方式 第二个问题机器码 第三个问题所有的指令 这章的内容应该说对入门来讲 还是比较容易看懂的 就是非碟镜 为什么叫非碟镜啊 你看的时候看懂 然后要记住它就是有点困难 所以说要非碟镜 并不是说你又看懂 又费镜了矛盾了 8086的寻止方式 和instruction set指令系统 所以我们先讲第一阶 寻止方式 不是说三个问题吗 那么什么叫行止方式呢 就是我们这个说明 有一条指令啊 它有两大部分组成的 一个是操作码 一个操作数 操作码来说明 这些什么操作 操作数就要来说明 说明一下你是操作数在哪里呀 是什么数啊 它地址或者是地址是什么 所以行止方式呢 是说明 操作数是什么 或者是操作数的地址 是这样的方式 操作数的地址是什么 所以接下来说明操作数是什么 或者是操作数的地址是什么 那么它这个我们就是我们再看还是用Move指令为例啊 就是MoveAX或者还是用这个1200H 那么我们的行止方式这个操作数呢叫做原操作数 这个操作数呢叫做目的操作数 这两个操作数 这个是一个操作码 操作码用来说明是这行什么操作的 操作数呢 后面的呢是用来说明参与印算的数是什么 或者是它的地址是什么 那么操作数如果是也允许是没有操作数的 最简单的比如说清Clear 我清一下什么 就是什么操作数有没有 另外呢通常可以有两个操作数 两个操作数呢 右边一个叫原操作数来源的 一个那个呢是目的地 要是像这种传送指令 就把原操作数送到目的地去 那么操作数 我们现在讲行止方式 主要是讲原在什么地方 然后目的地呢 我们到时候就比较一下就可以 下面呢我们还是来看这个 因为书上这个讲得非常之详细 希望通过看这个CIR软件 我们把有些东西搞清楚 现在这一章呢 我们就给它关掉了 然后呢 这个就可以看一下 指令系统 指令系统呢 我们一个是讲一下 寻止方式 机器码那一张 我没给它做进去 到这黑板上写一下 然后呢 看看啊 计算机里头 进行各种操作的命令 把它称之为指令 一台计算机的 所有的这个操作呢 就是指令了 都称为指令系统 我们本门课程要学习汇别语言 就把每条指令搞清楚才能编写汇别语言程序 那么指令呢 有操作码操作术两部分组成 且者说明操作性质 就是做什么事 后面呢 说明操作对象 到底操作数是什么 指令分称六大类 那么我们这里呢 就包括数据传送指令 算数运算 加解乘除啊 逻辑运算 与活飞 字符串 就是字符串 比如说hello 什么这些字符串操作 还有控制转移 jump call 然后控制指令六大类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是用一些多媒体的这个方式 来描述了每一条指令的功能 有些成了半哪了 我看 我们先看一下 寻止方式 就是横的是第几阶是吧 这个底下呢 是第几小阶 那寻止方式有几种 就是要去找那个操作术 是什么的方式 这里呢 第一种 就是最简单叫列基数 第二种呢 是集成器 操作术放在集成器 第三种成组器 最复杂的 集成器呢 是最快的 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 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 列基寻止 列基寻止呢 它就是说 一条指令 不是有机器码 组成的吗 它这个在指令里 就把操作术放在里头了 比如我们 这个操作术呢 就叫做列基数 我们看一下 这样的一条指令啊 这个你们都不用记笔记 回去看一下 就行到这还有作业 仔细听清楚啊 那么假设我们指令 这行前 AX集成器放的数是 FFFH 我们想执行这条指令 MoveAX1860H 表示什么意思呢 81860这个输送到AX集成器 很清楚的吧 那么它这个指令的代码段里头防的码是什么呢 是一些操作码 原来我们书后头附落里头有每条指令的机器码 后来给它拿掉了 实在太多了 这一个操作码 后面操作码后头紧跟着就是它的操作数 操作数是什么 1860这条指令就这样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自行一下 就把操作数送到了目的集成器去了 这是8位的 然后呢26位的 我们再 再看个下个下课啊 这里是把6A H送到BL 那么你看6A也在这里头 我们自行一下就下课 就把6A送过去了 那下课 我们休息一会